大家好 夏季高温这段时间 很多花友为了预防兰花出现软腹禁腹 都会使用一些杀菌药浇灌到根部 那么杀菌药用多了 土壤中的一些有域微生物 也同时被清除 那么这样的话 就导致兰花的盆内生态出现不平衡 所以就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兰君王浇灌根部 因为兰君王它里面有大量的兰花共生菌 我们给它使用之后 那么植料中的有域微生物 有域共生菌丰富了 自然就可以快速分解植料中的一些营养 来给兰花吸收 提高兰花的抗性 那么整个生态它自然就平衡 兰花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 液氧 液旺盛 包括平时我们不给它使用杀菌药的话 也可以适当的一个月 或者是半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兰君王 这样的话增加植料中的兰花共生菌 那么兰花的根系自然就会长得强壮 因为兰花吸收养分的过程 是以兰花共生菌相互提供养分的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养分的